俄乌冲突之下 全球最大的赢家付出水焰 当地时间5月15日 全球石油巨鳄沙特阿美 评录了2022年第一季度财报 现在今年1至3月实现 营收高达4670亿沙特里亚尔 同比增长72% 营业利润超2777亿沙特里亚尔 同比增长83% 很显然俄乌冲突引爆国际油价后 沙特阿美通过出口原有疯狂的收购 全球的资金 感谢财经翻看其招股书发现 沙特阿美将是这一波油价牛市最大的赢家 因为其石油产量全球最大 成本也是全球最低 沙特阿美和全球五大原油巨头 埃克森美孚 荷兰皇家壳牌 英国石油BP 雪佛龙 道达二相比成本最低 以原油开采的上油生产成本为例 沙特阿美美孚的成本只要2.8美元 截至目前 国际油价已经升至了100美元每桶的高位 据纽约商品交易所数据显示 WTI原油期货价格已经达到了107美元每桶 意味着沙特阿美每出口一桶原油便可以赚取超过100美元的毛利 成本低的同时沙特阿美的原油产量非常巨大 据一招股书披露 早在2018年沙特阿美每日的生产原油量便达到了1000万桶 约占全球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在沙特阿美的财报中也有体现 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高达了1480亿里亚 约395亿美元同率增长82% 创出上市以来单季度新高 2022年第一季度的自由现金流亦创出了历史新高 达到了806亿美元 沙特阿美的业绩爆发式的增长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就是国际原油飙涨与销量大增 在这场脏负盛业下 其他的石油巨头也赚得捧满驳满 英国的石油壳牌等全球能源公司 在今年的一季度的利润纷纷升至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一场疫情彻底改变了一个时代 曾经被市场资金抛弃的石油股能源股 正在成为时代的相伯伯 而科技互联网巨头却成为了弃儿 当地时间5月11日 美股刚刚经历了标志性的一刻 石油巨头沙特阿美的总市值正式的超越了苹果 登顶全球市值榜首位 一年早些时候苹果公司的市值为3万亿美元 比沙特阿美高出约1万亿美元 然而从那以后苹果的股价下跌就近了20% 而沙特阿美则上涨了超30% 此后二者的差距仍在被拉大 沙特阿美披露了2022年一季度的财报后 股价再度的飙涨至4.2% 创出历史新高 总市值已经升至了9.31万亿沙特里亚尔 约合2.48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苹果的最新市值为2.38万亿美元 面对大宗市场的超级牛市 市场资金正在疯狂地涌入能源行业 据高盛的数据显示 今年4月以来 对冲基金都在疯狂地买入美国能源股 多头买入量几乎是空头卖出三倍 各大能源巨头的股价亦是水涨船高 2022年以来 埃克森美孚 雪佛龙 道达尔 巴西石油 康飞石油等能源巨头纷纷大涨 均大幅跑赢同期的市场 能源股几乎成为了美股大雄市的逆风港 而在俄乌局势 新冠疫情 美联储加息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下 美股科技股陷入了有失的厄运 资金正在抛弃高估值的科技股 以美国的科技巨头为例 2022年以来 美股所有上市公司中 市值缩水超100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 多达12家 成为近20年以来最惨烈 其中微软跌得最为凶猛 年内的总市值缩水超过了5695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38712亿元 几乎约等于1.8个贵州贸台 另外 苹果亚马逊的总市值 年内的累计涨幅均超过了5000亿美元 分别高达5469亿美元 5206亿美元 沙特阿美登顶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的榜首 成为了一个时代更迭的标志 也是2022年全球资本市场风格巨变的缩影 十三个月 清酒